今天請來耳鼻喉專科醫生 鍾耀基醫生跟大家說說, 好嗎? 鍾醫生, 你好 醫生, 你好 鼻敏感是否常見過敏疾病 其實是甚麼原因令到有鼻敏感? 對, 鼻敏感非常常見 大概有40%的市民 都有機會有鼻敏感的情況 至於為何會有鼻敏感發生 第一件事, 我們需要一個致敏原 致敏原包括吸入空氣、食物或氣候 氣候包括溫度、濕度 也是一個致敏原 當致敏原進入了身體 就會刺激免疫系統細胞 從而牠會釋放一些免疫因子 其中一種叫做組織胺 組織胺就會引發鼻敏感的跡象 醫生, 我想問一下 成年人的鼻敏感 跟小朋友的鼻敏感有否不同? 其實兩者的徵狀是類似的 但我們觀察所得 小朋友相對比較多雀眼的情況 例如流眼水或家長俗青眼汪汪的情況 第二, 小朋友中癌的機會率 相對會比較高 第三, 小朋友如果被敏感發作嚴重 他有機會引發鼻寒的問題 而成年人被敏感 相對會比較多有些頭痛的跡象 有哪些人是高癌一族? 第一, 我們要看家族遺傳 假設其中一個負或母有敏感跡象 什麼叫敏感跡象呢? 包括皮膚敏感、酵喘或鼻敏感 大概下一代有30%的機會 下一代會有敏感 假設如果負或母兩者同時有敏感跡象 他的比例是50至70% 這個情況如何影響患者呢? 成年人和兒童會否有分別? 如果長期不理會他, 會有什麼後果呢? 或者我們分開幾個層面 去看鼻敏感對病人有什麼影響 首先可以由眼睛開始說 鼻敏感除了影響鼻的徵象之外 它可以令眼睛有跡象 最常見就是眼汪汪、眼濕濕的情況 其實我們看看一個模型圖 看看為什麼 好 其實看看鼻腔結構 很近眼睛 因為眼睛有一條濾管 會走到鼻腔 當鼻腔有些腫脹、敏感發作 其實濾管的流動也會影響到 從現在有些眼汪汪、眼水比較多的情況 第二方面, 有耳朵的跡象 為何被敏感化, 叫中耳炎 看看結構圖 有一個結構叫煙管 正正在鼻腔最入的位置 在小朋友, 有一個結構叫增殖體 或者是線量體 剛剛在鼻的後端, 煙管的旁邊 當鼻敏感發作 增殖體會腫脹 腫脹期間 會影響煙管的出口大小 煙管的比喻就像一條隧道 有一邊通向鼻煙, 另一邊通向中耳 當一個隧道口一邊塞了 其實中耳的分泌物就流動不到 回到鼻腔 從現在就有中耳積水的跡象 至於眼耳、口, 口有什麼跡象 包括鼻寒, 或者鼻水倒流 因為鼻水不只是向前流 有些鼻涕可以去到鼻的後端 從現在落到喉嚨 所以家長有時會形容小朋友 好像有些蜆蜆 或者談上鏡的感覺就是這個原因 至於口腔也會影響牙齒衛生 為什麼呢? 因為小朋友如果長期抹大口、呼氣 口就會比較乾 口水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中和口腔細菌的濃度 可想言之 如果口腔細菌濃度很高 就會影響牙齒衛生 鼻的跡象當然是包括 例如流鼻水打黑肢的情況 最後要提到一點, 長期鼻塞的病人 甚至會影響臉形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病人如果長期抹大口、呼氣 他的下額骨就向後退 上額骨就向前退 俗稱哨牙齒的跡象就會出現 這些在兒童方面特別會影響? 對, 特別會影響到 大人很少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小朋友的發育階段 臉骨發育階段 剛正正成長, 正直成長 如果長期不好的位置 例如長期抹大口 真的有機會拉長臉形 其實鼻敏感人士 如果戴口罩會有舒緩作用 還是會有惡化呢? 其實有些病人覺得更差 為什麼呢? 其實有些案例就是 病人本身已經鼻塞了 他加上口罩, 就覺得有點焗蓄感 他覺得呼吸不出, 又無法空氣 其实不少病人因为鼻塞得很厉害 一些局促感, 呼不住气就去了急诊室 至于另一帮病人就觉得 戴口罩出街真的少了一层 觉得鼻敏感其实好一点 所以其实也视乎病人的感觉 就是因人意义 因人意义, 没错 虽然疫情过了, 一段日子 口罩令也已经解除了 但是如果你出街真的人多 除了戴口罩之外 还有什么要特别留意呢 口罩人多也建议戴上 因为真的会减少病毒感染的机会 当然敏感情况 我们很受身体作息的情况影响 包括保持身心健康, 保持运动 或者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小烟酒, 其实也会减轻敏感的情况 如果只是低程度的鼻敏感 我听过是否用盐水洗鼻也可以 对, 没错 如果有些轻微的敏感症状 其实最简单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 如果你平时也有空 可能早晚洗一次 如果比较忙 晚上可以用盐水回家洗鼻 因为盐水洗鼻的好处 第一, 它不是药物 第二, 作用是冲淡鼻康的致敏原 因为刚才说过, 为什么会敏感呢 就是原胸就是一个致敏原 它的浓度减轻, 敏感的情况也会减轻 应该是个人的护理方面 但是医生会如何帮病人医治呢 有些病人当然敏感的情况很严重 就需要用到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大致分为口服和一些喷剂 口服药, 一些叫抗组织胺的药 大概分开第一代和第二代 它们分别最主要是第一代相对比较硬睡 第二代的大硬睡情况 基本上是不硬睡的 所以基本上开车和操作机器 都建议用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药药物 至于喷剂方面, 包括一些叫血管收缩剂 血管收缩剂要提一提 家庭观众不可以长期用 其实最多是用5至7天 为什么不可以长期用血管收缩剂呢 当你长期用血管收缩剂 你停了药, 它突然间鼻子会很厉害 第二, 有个情况叫萎缩性鼻炎 意思就是病人将来就算鼻子通胀了 病人感觉不到气流出现 这个也挺严重的 所以血管收缩剂 你很容易在药房买到 但真的不要长期用 是不是那些 就是鼻塞前你滴下去 但它写着只可以一个星期那一步 对, 真的要跟着 当然要跟着 不可以一个习惯性地用 这些有没有副作用呢 如果一些萎缩性鼻炎发生 最担心就是鼻塞的情况 你不用药就反弹了 就像上了人 第二, 鼻子会比较容易结晶 第三, 病人感觉不到气流 变成了长期鼻塞 如果情况持续未有好转 患者应该怎么办呢 鼻敏感除了流鼻水打痴之外 我们要观察有一个症状就是鼻塞 因为这个症状也很重要的症状 很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 因为鼻塞情况 病人基本上一躺下就已经被保湿 他形容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 病人真的坐在那里 或者高床 基本上可能30度坐在那里睡觉 也有 鼻塞有部分病人确实真的用了药物 如果鼻塞严重 最后可以考虑一些鼻塞手术 去处理鼻塞情况 谢谢钟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记得问一下自己的家庭医生 或者专业人士